- 歡迎來到校尾彈君寺 我是RJ 水煥出版的施校尾先生 好感謝各位觀眾持續追蹤觀賞 我們在校尾彈君寺 我們下臉下過 真的我跟RJ我們兩個在新加坡 享受了四天的人肉BBQ回來以後 我跟你說大家看不到 RJ已經是完全了 整個兩個手臂加臉的脫皮脫離塌糊塗 我稍微好一點點 可能當天臉皮脫掉以後 因為我都一直很小心穿長袖 大家如果有看到我們的影片的話 就知道我在新加坡管他那麼熱 我還是要穿長袖 說真的我就沒有像RJ那麼慘 我剛剛看到他嚇一跳 整個手臂什麼完全大脫皮 所以為了要給我們有更多的鼓勵 我們要請更多的會員來支持我們 也要我們請會員的支持 讓我跟RJ我們這次能夠到新加坡回來 那非會員還是要麻煩各位 為我們訂閱按讚分享開小鈴鐺 所以說短影片看完之後 長影片把它一起看30秒 按下略過廣告之後 真的才能讓我們去吃一吃 那YouTube賞我們一點小小的 那個螞蟻肉吃吃 是各位觀眾各位會員 其實這個我們從新加坡回來之後 說真的這個計畫真的趕不上變化 這跟大家要說一個非常大的抱歉 那為什麼因為我們本來想要循序的把 這個我們在新加坡航空轉看到的東西 都呈現給大家 但是這個中間 這海昆號這個新聞真的是太大了 而且大家也都全網 這個這樣子講不誇張 全網都在等孝偉哥走在聽說這個海昆號 所以因為大家一定都會很希望看到 聽到孝偉哥的說法跟看法 所以呢我們這一集 就各位看到這一集的時間 應該是這個2024年3月2日的 禮拜六的晚上 禮拜六的晚上 那所以呢我們在很快的時間之內 請孝偉哥好好的準備之後呢 跟各位觀眾各位會員 好好講一下海昆號 這個駁港測試的部分 那孝偉哥這個我們現在看到海昆號 他其實已經進了這個中性床屋之後呢 又從中性床屋把他拉出來了 那現在已經進到鋼屋裡面了 好這個過程就是台船的鋼屋 這個過程就是一個SAT一個駁港測試 其實不是 其實說真的完全不是 這個我必須要先說 大家都以為他是駁港測試 但是今天也正巧就是今天上我的 我們在美國的紐約的好朋友 梅仙鏡寫了一篇文章 非常好清楚的分析了給大家聽 今天這個海昆號的這樣一個情況 而且其實當初海昆號下去的時候 對不對 我們看到那個星期二吧 第一時間影片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有注意到 他其實車頁也還沒有裝上去 好我們先來講駁港測試 是要測些什麼挖鉤 那個梅仙鏡有在他的文章裡面 非常清楚的跟大家講 基本上駁港測試第一要件 你要靠自己的動力系統 好那你要靠自己動力系統的情況下 各位海昆號現在電池裝了沒有 還沒還沒對 所以一開始有個應該是準確的說 他電池組裝了 但是裡面的電池電解液還沒有放進去 其實像梅兄他也有說 今天你這個電池裝進去 你電解液一定要鑄進去 而且鑄進去之後兩週你一定要開始 就是用你自己的系統 然後開始充電 然後做各種這樣一個測試 各位你現在看海昆號 拉近台船的這個甘烏的時候 各位覺得可能嗎 兩個禮拜可能嗎 所以各位觀眾各位會員 這邊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不是要吐槽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把 就是說現在真正的情況 大致跟講給大家聽 要不然大家要看我們的頻道 沒錯 所以跟大家講說 駁港測試這個部分 孝宇哥剛剛跟他講的非常清楚 駁港測試裡面包含一個自身動力的系統 那現在海昆號完成的這個部分 並還沒有開始駁港測試 對還沒有 因為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車業還沒有裝 第二個部分就是車業沒有裝 就表示他不可能有自己的動力 第二個他電池的組裝還沒有完成 那本來談傳的自己的解說的說法 也是要進到甘烏之內 才會完成電池的組裝 第一件事情 後面才會有車業的組裝 還有包含一個潛望鏡的組裝 所以可以說海昆號這一次確實進入了下一個階段 但是你要說他完成駁港測試這是錯誤的 對這真是完全 而且甚至於講白一點還差了10萬8千里 真的還差了10萬8千里 為什麼就是說因為第一 我們剛剛也就討論的過程中 大家也已經聽到了 你第一你今天這個駁港測試很重要的 就是你其實你的系統要開始通電 通電之後要開始測船的這種各部分的這樣的功能 是不是正常 然後你這個船的這個功能正常 甚至於你主機會轉 然後主機轉了之後能夠順利的這個帶動好這個發電機 然後發電機能夠給你的電池充電 然後你的電池又能夠把這個電導出來 當然你的發電機在海上航行的時候 你如果在水面或在呼吸管深度 你也可以直接用這個柴油就是柴電主機 你原先柴電主機帶動這個大軸也是可以 但是它還因為前線本身它其實是一個電船 所以你還是發的電要經過一個配電盤變電裝置 然後才能夠為這個大軸的這個電動機 就是電動馬達使用嘛對不對 好那也就是說你這些過程一定要在就是有這個自身動力 可以進行的這個狀態下進行的 那所以呢在這個情況下 那你說現在我們那台船把海空號從這個海艙這個廠房 因為其實他們當初造這個海艙 我們之前也跟大家講講過 就是海軍因為最早開始那個製造各種這個跟潛水艇 或是後來後續的潛艇有關的這個爛傷 就是當初海艙艇隊嘛 所以他們用這個名字 那這個從海艙廠房移到這個台船的乾船屋之中呢 因為像以他們把船移過去的這個過程來說 已經把那個乾船屋的這個墩 就是船墩都已經放好了 那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海空號過去之後 其實嚴格來講你從它現在這個過程來說的話 當然這一次我們必須要說它真的下水了 好它就真的絕對已經是符合這個船的下水的這樣一個定義了 因為真的已經碰到海水還拖過去了嘛 然後到那個台船的船屋 然後之後呢它會再把海水抽乾 然後呢再把這個海空號會落在 這個在台船乾屋裡面的那個船墩 這個會經過這樣一個落墩的這樣一個過程 然後呢海水抽乾 其實呢應該是這樣說 它這次是從海艙廠移到乾船屋 應該是進行下一個階段的施工 其實是施工 大家真的不要把它想像我已經駁港測試結束了 對不起真的 甚至於你從它這樣一個過程 你可以那個基本上來判定 那個駁港過程 那個駁港測試根本還沒開始 是真的是根本還沒開始 從製造跟測試的角度來說 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點沉悲 因為它的浮力到底行不行 這次就是第一步的測試 這是第一步的測試 那它的浮力其實在這個過程的驗證之中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是順利的 那這個其實是可喜可賀的地方 但是你要說撥港測試已經開始了 或是已經完成了 沒有啦 這個真的要先講清楚 先跟大家講清楚 這個還沒有 那因為工程還在持續當中 剛剛夏五哥講到了 有三個東西很重要 第一個東西車業 第二個東西電池的組裝 第三個東西遣忘記的租源 這些東西都還沒有上去 那個上面那個煩躁上方 一系列的感測器 目前都還沒有 我們都還沒有看到 所以呢 雖然這個新聞基本上是很大 令人振奮 那大家也很高興 因為這個夏五哥 這個大概可以比你當年1990年代 我們看到IDF飛起來 其實那種感覺應該是差不多 應該說嚴格來講 他就是說他現在只能說是出場 亮相還沒有到可以進行試飛的階段 roll out 還可以算roll out 算是roll out ok 到時候用飛機來比的話 大概就是roll out 那當然你說這個裡面 他未來到台船的幹屋裡面 他要做的事情其實相當多 那其實梅兄的這個文章 他今天基本上也就要告訴大家 現在這個階段 船剛拖進台船的船屋 然後要開始下一個階段的施工 其實施工 因為施工完之後才能夠進行搏崗測試 那B你車頁一定要裝 然後他說現在車頁目前看起來 還是當初用帆布照起來那個樣子 因為其實你真的車頁裝上去以後 我個人相信也還是會用帆布照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本身那個會有比較 雖然說大家現在都知道 我們用這個企業彎道講 然後也那個大家也大概可以猜到 他的音頻可能會在哪些的這個平台裡面 但是你沒有拍到照片 你沒有辦法做一個 利用照片做一個非常比較精準的 這個3D模型的話 你還是很難去大概 把它比較精準的定在哪個區間裡面 這是為什麼世界各國 現在你看到潛艦出烏或進港大修等等 絕對會把車頁照起來 那當然你說像以美軍來講 美軍他的這個潛艦其實不只是有車頁 他車頁外面還有一個車頁照在外面 所以你如果說真的你要輕易的看到 還真不容易 那其他世界各國基本上也都是會把這個車頁 這樣一個照起來 就很簡單嘛 你如果你今天能夠拍照 你有辦法多拍幾個那個角度的話 對不對 然後設法利用這個3D 把它這個立體化以後 然後再去做一個你認為可能的這個模型 然後把它大致拿到水中去打的話 你其實大概可以達到 那這個大致的這個平台的這樣一個可能性是有的 那當然啦 那我們像這次看到就是那個海昆號 他從這個海商場拖到這個浮船屋上的時候 過程中也看到其實當初9月28號那天 為了就是說趕這個植評典禮啦 植評命名典禮 有很多地方其實可能施工還不是那麼完善的地方 這次也有一些修改 例如說側面有一個畫深度 刻深度線的那個地方 當初在這個植評典禮的時候 你可以看出來他其實跟船身之間有一個相當的落差 其實梅兄也有在他的文章裡面 專門指到這一點 他說其實照前線這個東西 大家其實要非常認真的一件認真面對的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不是那個國防科技工業或是重工業 發達的先進大國 完全不是 在這一次的這個海軍的這個 就是海昆號這艘船的整個建造過程中 似乎你看不到一個那麼具體的大廠 比如說如果說你這個廠 有這個像什麼基地的電船 從頭到尾有人這個跟到或是什麼 那我覺得那會更放心 但是我也不是說也不是看衰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今天這個事情 是海軍跟台船的人一起 一起算是手攜手共同在造艦的 造潛艦路上共同學習 那我相信一定會有一些廠代 或那個國外這些技術人員給予一些指導 但是你說整體的這個指導的規模 可能真的沒有辦法跟當初GD 在FCK-1經國戰機上那樣做相比 那也是事實 那現在那我們看到就是說 他當然再移回去再進行下一步 下一個階段施工 那他其實當然要做這個事情很多 那我們要講的這個事情就是 其實大家真的不要太期待 真的馬上就如當初 這個一些好像知情人士 國安背景人士所說 520可以完成這個駁港測試 就可以交船了 各位千萬不要有這樣的期待 如果今天這些事情真的發生了 那我們反而要擔心 因為你看像比如說 這次你光是從一些表面處理的部分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在這個當初928命名典禮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 那個鋼板有這個相對來說 就是那個由深度標的那個地方對不對 你原本跟現在的 你會發現現在密合多了 那這個時候呢 是不是比如說他當初有那個 在這個命名典禮之後 有再施工的這個問題 因為他那個地方是哪裡 他那個地方其實說真的 施工的難度要求不低 為什麼 因為以這個船來講 以我們的海空號 如果假設說 我們大家猜測是正確的 他的船身的這個設計 重度的參考了這個建龍級的話 那個地方剛好是軟硬殼交匯處 所以就是說那個地方的施工的品質 其實要求是非常高的 而且它的焊接等等也是非常重要 也就是說他在那個地方 它本身是一個圓桶狀的一個圓體 但是呢他前面會縮 他後面也會縮 所以你看到那個有那個水線標的地方 其實應該是後面要往後縮的這個地方 那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如果你當初在 可能是因為為了要這個命名典禮 所以你就先 可能類似像我們這個做模型來講 我們有一個叫做假組合 那當然我不是說那真的是假組合的意思 但我意思就是說 他們事後還有在把就是因為 那個地方進去就是硬殼 然後從那邊會變成一個比較細的 那硬殼的部分會變比較一個細的部分 然後呢軟殼也就是那個沒有 不是所謂的壓力殼的部分 會那個往後延伸成 大家所看到那個外型 也就是說建龍級 它這個軟硬殼混合型的 就是你看到它健身最中間那一段對不對 那兩個那個算是那個模型 那前後那兩段 那中間它是那個地方大家看到是硬殼 然後但是那前後是軟殼 所以那前面跟後面是軟殼 所以那個地方剛好是個軟硬殼交會的地方 那這次當然你看到這個施工的這個情況 就是那個地方相對來說 密合的那個密合程度相當的高了 那應該也已經是這個真正的達到 它後來應該應有這個施工或補強 那另外一點就是 我們剛剛講到這些時間上的問題 你以水面界來講 福特他雖然說 那個當初為了要趕進度 那個照進度交給了這個海軍 但是海軍接收了以後你看從他成軍 2017年成軍到第一次海外戰鬥部署 中間搞了六年 當然那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可能是電磁彈射 跟回收裝置 跟原先使用的這個不一樣 而且中間有很多的部分要去debug 那你也不要說這個大的 這個如福特號 你說以我們中華民國 自己做陀江艦 從第一艘原型艦下水成軍之後 多久第二艘塔江艦才出來 四年對不對 各位想想以海空號來講 他是要潛下去了在水下航行的一個船 我們以前都沒有做過這個東西的經驗 他要花的時間 如果比我們剛剛講到前面這些船的時間更長 其實也是合理的 對其實也是合理的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有那種 就是說面對這個東西 說真的科學是科學 然後工藝是工藝 這個東西就是工業技術 或者說工藝水準 真的是很現實的部分 大家千萬不要有亞苗助長的這樣一個想法 也就是說很快就好 應該很容易嘛是不是 大家真的千萬不要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各位觀眾如果我說這個東西這麼容易的話 我們就不會等了這麼久到現在來取得 這不可能 所以這個從頭到尾 我覺得大家可以先把意識形態丟到旁邊 其實笑語哥今天講了一個大實話 就是說這個從來不是一個 easy thing 從頭到尾都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 所以既然他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 我們也不要把他想成說 他可以那麼快去 achieve 這不可能的事情 對 因為他就是這麼不容易 他就是要一步一步的來 所以我們其實也不需要期待他說 他馬上就會飛天會鑽地 我們反而是就是期待他 一步一步一腳印的去完成他 對 我講一個比較那個一點的事情 我們IDF在剛開始 在IDF沒有辦法完成驗證的東西 其實當時急救章 當然是有戰力的需求 可是到最後沒有解決 來到永鷹你還是要解決 而且你看來到永鷹是花多久的時間 而且很多事情可能到永鷹部分 還是沒有解決 像比如說最明顯的 永鷹有一個部分就是他 你各位有任何人看過永鷹 就是帶那個阻力傘出去做測試嗎 沒有對不對 那個帶阻力傘做測試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螺旋解出 飛機進入螺旋 如果比如說為什麼要帶那個傘 就是如果你當飛機進入螺旋 你沒有辦法解出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要放阻力傘 然後放那個傘 讓飛機能夠因為傘的關係 然後讓它停止螺旋 重新恢復操控 但是各位有任何人看過永鷹 帶那個阻力傘出去做測試過嗎 沒有 也就是說很多永鷹當初的 就是說原先設計上的這些先天的問題 其實可能到現在還沒有解決 當然不可否認的 他現在已經服役了 克服了許多的當初 大家所疑慮的這個地方 譬如說他現在速度 的確已經壓到140節以下 相對來說對於伸手來講 相對來說壓力就比較沒有那麼大 但是我們也不能不了解到一個事實 其實永鷹應有的這個測試還沒有做完 那我也不要講就是說 當時我們回頭看 IDF也是一個非常大的project 各位觀眾各位會員 其實當時陸海空軍三個project裡面 我覺得IDF的難度是最高的效果 因為成功集獲是這個M48H 其實他們都有相當程度的base 比如說像笑偉哥講的 成功劍第一號就是在巴士鋼鐵廠 把所有的broker全部都裝好了 都做好了之後回來台船組裝的 那他就有一艘船了 可是IDF不是這麼一回事 IDF真的是從頭到尾做 所以他就是一個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真的他在當時 笑偉哥我要說急救張嗎 其實因為那時候腰動勢真的也是很嚴重 對啦但是我覺得其實整體來講 單座機的問題相對來說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大 因為單座機當初還真的帶了阻力傘出去做 但是後來雙座機沒有弄完 對雙座機沒有弄完 所以其實雙座機就有相當多的隱序 到後來FCK-1經國戰機的雙座機上面 他到現在還是有些動作其實不能做 這也是事實 那你說那永鷹到目前為止 我們也從來沒有看到他真的帶阻力傘出去 好其實還是回到我們今天的海關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其實真的一定要有耐心 為什麼他現在進到台船乾屋之後 他其實我們要很清楚的認知到 他沒有在做駁港車 是他在做下一個階段的施工 這個下個階段施工 為什麼說會移到台船的乾屋裡面 因為很簡單 你在造船的這個過程中 其實一開始他一定比如說在船台 或是乾屋裡面開始起工建造 像譬如美國的航空母艦 一定是在Newport News的 英國斯的造船廠的乾屋裡面做 為什麼它太大了 你不可能說弄個船台 因為10萬噸東西 到時候沒有辦法用船台給它這樣滑下來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個大的這個乾船物 然後造完之後讓海水這個湧進來 像現在我們的這個海坤移到台船的乾屋裡面 就是他移進去以後 其實水還是要通通抽乾 對 這個時候會對他下一個階段的這個施工 才是非常的有利跟重要這個部分 為什麼 譬如說你車也不可能在水裡面 把那個車也用的那個弄上去 然後在水裡面裝 不可能 因為它還有很多 那個包含那個密封泡的這個部分等等 都要裝 你如果說你在海裡面去裝這個車 那還得了 水就通通灌進去了 搞不好還沒還沒還沒做好 這個整個潛艇裡面都慢的 都慢的是海水那還得了 那當然像譬如說我們剛剛講到的 柏崗測試它當然很重要 就是第一 你其實是不能接暗電 對不對 暗水暗電都不能接 然後也就是等於完全要靠自身的 這個柴電的這個主機 啟動以後去測試整個船的這個各個系統 那這時候你也才知道 你這個各個系統是不是真的能夠達到你當初 設計或規劃需求嘛 而且今天駁港測試也不是說 在那個用海軍的這個說法是 就是在港邊做那個漢操 漢是乾漢的漢 漢操 或者他們講乾操 其實也不是那麼簡單 它還甚至於在港邊就要開始進行一系列 比如包含這個測請 就是船上 因為它有不同的這個水櫃 可能這次先裝這邊 然後它這個歪過來的時候 有沒有超過原先這個規劃 或者設計的這樣一個幅度等等 另外像比如說 它這次非常大膽的採用了X-door X-door當然也是跟上這個世界 目前前線的這個設計潮流 但是我們也要在柏崗測試的過程中 才知道它是不是能夠在 做出任何指令的時候 都動到它所需要動的這樣一個位置等等 這些都是後面有帶這個柏崗測試 也就是所有東西都裝上去了 那甚至你說好那個潛望鏡裝上去以後 你要有靠自身的這個電 然後或是你大概一開始可能你是接暗電 如果當你船還沒有開始通電的時候 你一開始還是接暗電或暗水的時候 這個時候各種的升降 它上面的這個訊號等等 是不是能夠正確的去搜羅你所需要訊號 跟船到你這個所有的這個顯控台上等等 其實後面要做的事情還相當的多了 像現在執政黨當然是很希望能夠把後面七艘的這個預算一起搞定了 那反而海軍相對來說反而比較謹慎跟保守 為什麼因為海軍當然要知道你今天你這個船 造完了所有該做的車是做完 你這個船開出去有沒有大問題 我才能再繼續那個發出預算嘛 要不然的話將來你說好 現在馬上七艘的這個那個預算都通過了 如果假設第一艘就有重大缺陷改不了怎麼辦 我們不是說暢水 我們真的不是暢水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因為我們從施工的這個過程來講 這種事情有沒有可能發生 有你不能說好你今天你這個設計好 如果說好即便完全依照你所做你所規劃的 因為畢竟他是依照這個建隆級的這個健身 然後加上但是有很多新科技 譬如說建隆級的這個電池 當初在設計的那種千酸電池 跟你今天的這個離電池就有很大的這個差距嘛 對不對 還有潛望劑 對還有潛望劑的重量什麼等等都有差距 你各種配瓶啊什麼都要去做 而且建隆級他當初裝的那個千酸電池 現在不用大家都改離電池 重量可能不見得會更輕 因為離電池不是一個輕的玩意兒 對不對 是不是會改變原先建隆級的這個浮力系數 這些其實都是要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當然我們現在看到第一個階段 當然我們看到那個這次他從海艙船移出來 已經透過這個浮船屋 甚至脫代的方式已經送到了這個台船的這個乾屋裡面 當然這個過程 你似乎看那個船本身能夠維持一個良好的政府力 但是好 那個梅兄的好 當初文章裡面也有講到 當初為了就是要能夠趕928的這個命名典禮 其實有很多的這個施工呢 都還有很大的精進空間 確實這次看到確實也精進了 這確實也是啊 那剛剛像我又有講到說這個預算這個問題 其實這個有兩方的這個有兩個兩個方面來看 一個方面當然就是說 如果這個預算沒有確定的話 那很可能他現在的這次人員就散掉了 因為我們人員沒有預算可以繼續嘛 那所以這個也是這個 在監造方或者是在製造方這邊 他們會希望的 他們會希望好不容易聚龍這些人才 可以keep going下去啊 那 但是從海軍的角度來講說 我投資當然是會謹慎 為什麼 對美艘船來講就是 測試的結果的下一步是什麼 才會給你錢啊 那所以說這個部分來說 這個是雙方要去平衡 這一定要去平衡的啦 所以這個也沒有說 各位觀眾各位會員 這個沒有那麼對立的說 就只能這樣 不可以這樣 不是黑就是白 不是一就是零 不是這樣子 這個中間一定有 大家在社會上的時間很長的時候 大家就知道這一定有折衝敦俗的地方 但是雙方的看法跟雙方的擔心 這個我們都可以讓大家知道 因為從畢竟你說 從這個海軍的角度來講 如果萬一就是說這個船當初 就是說我們當然是絕對不希望這樣的狀況發生 因為前年對我們海軍的戰力提升真的太重要 但是你從海軍的角度來講 他會不會擔心你今天你做出來的這個東西 不如原先預期 或是有一些缺點 當然會 這誰都會擔心嘛 對啊 而且你說說真的 我們的這個雖然說好 這個當初的設計的顧問們 已經重度的參考的這個建龍級的設計 其實甚至於很多人說 你說他整個船的內部的設計 等於說是用逆向工程來說都不為過 但即便我覺得逆向工程也不是什麼 也不是什麼不斷 至少安全的小五哥 因為他是摸著石頭過河 那個石頭是什麼 那個石頭就是建龍級 就沒有辦法 對對對 所以其實我們這樣說 這個今天我們看到的這一部 海昆號的這一部 我想我們今天這一集 應該是非常恰當的一個說明 為什麼說呢 大家其實都很開心 而且很興奮 而且必須說 他確實是海軍非常重要的一部 而且到目前為止也順利 那我們覺得這是很好的事情 可是他還有long way to go 大家也不要有太不切實際 太好高勿遠的期待 因為那樣反而是會讓執政當局 要繼續去壓描助長他 這反而真的不是好事 而且我說真的 你如果是不切實際的期待的話 其實對這些 知知苦苦每天努力的人來說 也是一個不必要的壓力 他們其實只要按部就班好好的做好 那真的 尤其是以這個潛艦來講 其實他跟飛機一樣大的風險 各位觀眾各位會員 所以因為他是要潛下去的東西 所以我們真的還是很希望他 好好的一步一步的 一步一步的這個逐步踏實的 去把它完成 其實這個對全體國民 甚至對我們台灣的軍事戰力 還有軍事投資來說 才是正向的一件事情 對才是真是最有福氣的事情 所以我想我想這個 我們笑語談論是各位觀眾和會員 應該都有足夠的這樣子的智慧 可以認同笑語哥今天的講述 那雖然我們可以看到的東西 因為被透露的真的很少很少 那笑語哥今天已經跟我們 已經盡量的講述了 但是我們也給大家到最後一個 MySet這個心理建設 就是說大家還是我們穩穩的期待他 然後好好的祝福他 那讓他可以一步一步好好的完成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好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笑語哥 非常精彩的講述了 也非常謝謝各位會員跟各位觀眾的參與 好感謝各位觀眾持續追蹤 跟觀賞我們的笑語談句 是我們向你笑為 會員感謝您對我們頻道這個實質幫助 也讓我們兩個這次去 這個雖然說我們其實這次真的是 這個偷偷拿自己的私房錢去的 但是不管怎麼講 我們頻道能夠維持著日常運作 也才能夠有空間 讓我們好歹還掏一點私房錢自己去一下 好讓這個RJL現在我靠一下 如果說大家看到他你真的會嚇一跳 兩個手臂完全都是那個白絮 這個不滿在這個手張圓的嚴重脫皮中 那非會員還是要麻煩各位看我們節目的時候 我們訂閱按讚分享開小鈴鐺 追蹤廣告出來之後 廣告出來那個短廣告看完之後 緊接著來的長廣告再幫我們看30秒 再按下略過廣告 才能讓我們去參加那小小的YouTube廣告 分潤計畫吃那一點點 那YouTube賞給我們的德國蟑螂肉吃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